美國在台協會AIT主席羅森伯格 是在5號時候抵達台灣 停留6天的時間 這是他上任後第二次的訪台 那今天上午呢 他是低調現身在立法院這邊 來拜會立法院長尤錫坤 不過要抵達時候 外界非常關注說 羅森伯格什麼時候會見 藍綠白總統參選 也就是賴清德侯友宜跟柯文哲 那麼來看一下稍早的情況 可以看到羅森伯格面對到記者詢問說 什麼時候會見各候選人陣營的時候 他是沒有受訪沒有講話的 不過其實羅森伯格在抵達台灣之後 有跟媒體來進行會談 那當時3D新聞也有在一場 他強調說他這次來 就是要跟候選人陣營來交流對話 那也強調說在台灣大選的時候 美國不會選邊站 他也反對外部勢力 來干預台灣的選舉 因此他近期很有可能就會來 會見這個賴清德 還有侯友宜跟柯文哲 至於什麼時候 我們會隨時為您找我 先把時間鏡頭交換捧內